出席人权座谈会 过去被关押在中国长达四年半的NGO工作者李明哲 对中国官媒的洗脑特别有感 画面中出现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有意竞选民进党主席 副总统是地方副领导 隔魁也是区区负责人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哪来武权宪法 更没有国防跟外交 再来看台军的相关消息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近期在屏东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包括台湾市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职务可能出现异动 台湾政务部门负责人徐国勇 以个人健康因素为由 向苏贞昌提出辞职 中国官媒一百种穿小鞋的方法 偏偏青蓝名嘴或国民党名代 是不是有机会到对岸亮相对谈 还配合演出 王鸿威甚至变称很多人都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不是王鸿威个人的问题 因为还有很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他其实是去上 央视那个专门针对台湾统战的 一个海峡两岸的节目 主要是说你为什么会去上这个 因为这个节目是专门 对台湾统战 而且是附和中国这个对台政策 替中国对台政策做背书的一个节目 那基本你台湾的任何的政治人物 去上这个这种节目 基本就是在羞辱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李明泽先生的遭遇 我个人非常的同情 那但是有关于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议题 那他当然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在我们总统府的网站 也曾经提出就是领导人 但是都没有人在做批评 抨击中共侵扰 无孔不入 而一个巴掌绝对拍不上 在国际人权日这一天 李明泽参战立委补选 为的就是抗中保台 静新闻 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